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可以教育,但是教育只有教育一點點而已 你教一個小孩和你教一個小孩,那是不一樣 你教小孩大小便,教小孩大小便 但是你叫小孩塗ABC,你不能叫小孩塗ABC 那就不行了 所以,動物都可以學習 但是他們學習是一點點而已,跟人比起來差有夠多 我們人的學習,哇,不簡單 小時候是幫忙幫忙而已,控制大小便 但是大小時候可以學音樂、學運動 可以學很多專業、藝術、學電腦 可以學東西有夠多,在學後會進步 發展到後來學生和比例老實更厲害 這樣就厲害了 所以我們人叫做潛能無限 所以我們一個人可以發揮空間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就要來思考 既然是這樣,我們人怎麼學會 很多人說,我知道,去學校會 我們人在學校裡面學什麼 這是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觀念 因為一個人,他會去學校 那都差不多四歲、五歲以後的事情 以前的孩子七歲、八歲才有去上修學 現在當然以前,現在去上修學校 是你說幼幼班,兩三歲就去了 但是我已經在之前的節目說過了 在你一個媽媽有心,跟一個小孩一歲 已經發展到百分之七十歲 所以等到你一個小孩去修學校的時候 已經都兩歲、三歲 一般人這句話叫做三歲定中生 你三歲的小孩,他很多很多想法、價達官 已經我們基礎都打好去了 所以你不能說,那都學校在教 你不能說,學習是學校的職人 不是 其實一個小孩在家裡 他就開始學習了 他很小的時候就在打基礎 基礎最重要 你要去一間大樓,你要先看基礎 你如果基礎好像歐兩盞 你上面要去十盞,這樓子會崩掉 是不是這樣 你樓子要去這麼高 你基礎就要很高 所以你為你小孩怕什麼的基礎 這個小孩將來發展 就是都在這個基礎之上開始的建築 所以我們來修科 修科說,我們對一個小孩影響最大 一個小孩在學習的對象 到底是哪裡呢 表面上看起來是好 但是實質上是家庭 實質上是家庭 學生這個電腦是教會 因為教會一禮拜一禮 學校一禮拜五天 但是家庭一禮拜七天 所以到底什麼人對小孩影響最大呢 家庭 為什麼在學校你說得學 小孩去學學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地色方面 因為他在學校這麼多時間 但是他都在上課 上課文、英文、所學、文理、法學 他的小孩在學 只學這些東西就學不完 對不對 他不用有時間 學其他東西呢 學什麼做人 所以他做人的動力 這個人的個性 變成什麼個個性 這跟分數無關 這個功課真好跟一個功課真壞的人 個性有可能都一樣 有可能兩個個性都很急 但是一個分數真好 性質真好 一個性質真壞 所以個性跟分數是無關的 是無關的 但是形成一個人的個性 這是在家庭形成的 分數是在家庭教育的 這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你用這樣來想 一個人外在世間 你會快樂、不會快樂 你會幸福、不會幸福 當然跟分數有稍稍快快的關係 因為功課哪好 可能會比較幸福 但是其實是不一定的 人家說起來 一個人外在世間 到底他會比較幸福 還是他會比較痛苦 這種東西 是跟他的個性有比較大的關係 他的個性是什麼人在影響 家庭啊 家庭在影響啊 所以你如果看一個小孩 主持人比較大 他的家庭影響他有夠多 怎麼影響 你如果聽老母接電話 會影響嗎 這樣就影響了 我腦袋很大 喂 找人啊 講話不像完結一樣 這個小孩主持人 他就知道接電話 就是用這樣接 媽媽接電話 喂 哪一位請稍等 你稍等一下 我們如果用這樣講話 小孩在學校就是這樣 人家都是學校來 小孩就知道說 我們講話就應該是這樣 爸爸媽媽發脾氣就扁倒 這個小孩發脾氣也是扁倒 因為他主持人 他就知道 我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我就是大聲 心情不好 我就是吃東西 心情不好 我就是這樣扁過 心情不好 我就是這樣 所以孩子心情不好 可能也會學媽媽 也可能走去便室 門關起來 社會裡面 也會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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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學習的 都是心情不好 但是要怎麼表達心情不好 你說同樣我老三 同樣我這個人 我今天去 在一個家庭 跟我對另外一個家庭出來 今天你看到老三 會不一樣嗎 絕對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會帶給我的遺傳遺寡 在肖天我看他們安裝生活 我看他們安裝 在管理他們的情勢 這有影響到我嗎 當然有影響 因為生活的態度影響到我嗎 當然有影響 我在學英文 柯貴英 塑華柯貴英 跟我們爸爸媽媽關係 可能不說太大 我不敢說不關係 因為這遺傳頭脾氣 真正有差 但是我在說 不是沒有關係 但是關係要不大 真正影響我 是爸爸媽媽對事情的看法 比如說我爸爸 我爸爸個性就是很大的 很正大的個性 他很討厭 他覺得這個世間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這種心態 這種態度影響到我嗎 有啊 影響到我 影響到我 所以我就是 這個世間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所以在我的心中 是非對錯 非常清楚 這種東西 完全不一樣 什麼人影響到我 我的個性 怎麼會變成這樣 白婦 白婦的影響 像我太太 我太太 因為她的白婦 就是以前被人欺負 因為白婦就覺得 不敢說 不想要說 我們吃虧就算了 這影響到我太太的個性 我太太的個性 他就是 為什麼你們吃虧都不說 我們吃虧都要跟別人搶 要跟別人搶 不能這樣 慢慢讓他吃虧 讓他吃虧 他是另外一種影響 他不是學他們 爸爸媽媽 他不是 他是煩惱回來 他就是你說 爸爸媽媽你們這樣不對 我替你們出口氣 你們這樣太偽困了 所以 他就是你說 不對如果跟別人搶 這樣 所以我太太的個性 變成說 你不對的人 他很強烈 來跟你表達 表達他的抗議 說你不能這樣 所以真好笑 我太太看到這樣 平常說話 都很溫柔 但是我們現在的公園 那公園 那公園 你知道公園 都很好 我們就沒有食材 電話黑白球 結果都在那裡 會騙的 那個搬家公司 電話中說的介紹 到現在來就跟你說 你們家的東西 這麼多 這樣介紹 還要另外再改 我們太太這種人 這個人的個性就是 你真正很欺負人 所以 他自小時候 看他們爸爸媽媽欺負 看了很多 他的心中很憤慨 所以如果有人 要欺負他的時候 他會很討厭 所以平常常看 他們常常這樣溫柔 喔 那盤子的漢肇有夠好 我們剛才才會搶 他說 你現在不說你的喔 我們說好 怎樣就是怎樣 那人說 不然現在要怎樣 要怎樣 我事夠 我平常把你盤子 放在樓上 我就不幫 不然你要怎樣 好 我媽媽都不怕他喔 就跟他搶了 所以 這次我就 說奇怪 我媽媽 不是這種個性的 我媽媽 不是這種個性 哪有那天這樣 這麼豪大 那人對他們 這樣 身材魁梧 高強 大小 我太太 都不在怕 直接跟他搶 我媽媽 問我太太 你來這麼豪大 我太太說 我就是想討論 那種人 我想討論 那種欺負人的人 沒有用 欺負別人 我問奇怪 你怎麼有這種個性 老婆才知道 這就是家庭 家庭 所以人是後來的 那個後來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第二種就是 你怎麼做 我不贊成 所以等我做的時候 我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做 所以 這都是一種 學習的一種過程 我們在一個家庭裡面 包括你講話 音調 你如果看那個講話 大聲 整家庭大家講話都大聲 你如果看那個講話 很輕聲 整家庭講話 也都是這樣 更好笑 是我一次看水器了 我看水器的時候 我來醫生說 醫生啊 真奇怪 我們兒子 我那些孩子 大家水器都壞 可能遺傳壞 那個醫生笑笑 沒有講話 他說 可能不是這樣說 可能應該說 你們都一家人 所以吃東西的習慣 都一樣 所以你們家的水器 大概差不多都是這樣 你們生活的習慣 都一樣 所以你們的水器才都一樣 醫生說這句話就很實在 就是在說 飲食習慣 連這個吃東西的習慣 都會影響一個孩子 所以 我們看到一個家庭裡面 有時候你說 別母吃險 孩子也都吃險 別母吃口味吃 孩子也都吃 所以一個人 受到家庭的影響 實在是太過大了 對外債 穿衣 對生活的習慣 一直到我們 內債的精神的控制 身體到我們 到底 我們是你說這對 還是不對 這都會受到家庭的影響 都會受到家庭的影響 所以一個別父 如果是關卡你的孩子 關卡很嚴很嚴很嚴 那些孩子 他有時候 因為被關卡很嚴 那些孩子 他的心中會怕 但是他不知道要怎麼表達 所以很多孩子 會焦慮 他的質感 他會啃指甲 這樣 你如果看有的人 你就會發現 他有這個習慣 你開開的時候 創傷就這樣 開始了 他會割 他會割 只要他在割 他在割傷的時候 他在疏割的時候 他現在有緊張 有壓力的時候 就開始割了 像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也會摳自己的手 一直摳 一直摳 這樣摳都摳皮了 他也是要一直摳 他說這個如果緊張 無意識 潛意識的動作 就開始了 就開始摳了 就開始摳了 就開始摳 用Tab打了 打了 打了他也是說 一個票就對了 習慣性的 一直去用 那是什麼 那就是在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 可能是媽媽 要求很嚴格 我們的內在會很怕 還有一種反應 那也有人變成說 一直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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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的統稱 就是說 一些強迫性行為 他如果不去這樣做 他會很艱苦 所以有人一直在哭 都要哭一百分 那有人是 一定很好的表現 那就是內在焦慮 這都跟家庭 都絕對的影響 所以你如果越來瞭解家庭 你越瞭解你自己 那你如果想要改變你自己 這麼找有路 我如果想要改變家庭 又找有路 好 好 來 休閃這個 等下之後 繼續再見 來 歡迎回來老三個節目 來 今天的人生金融 來對大家分享這句話 說 信仰跟我們講說 所以我們就要來 學上帝 學上帝 所以這句話很了不起 我們人 外來世間 你學習得對上很多 我們信上帝之後 就是要學上帝 學上帝最好 他說 他說 他會面前一句說 跟我們學生 孩子在學別父 一樣 所以可見我們孩子 真的都會學別父 多少都會 學習的方式 不一樣 多少 多少 我們都會受到 家庭的影響 所以你如果對這個角度 你如果來思考的時候 我們要找出 我的家庭 對我 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你要先找出來 孩子 如果是好的部分 我們就繼續保留 但是我們賣的部分 要需要改變的部分 我們就知道要改變 你要對自己說 這就是爸爸媽媽對我的影響 爸爸媽媽對我的影響 我不用接受 你要把它斬回去 你知道嗎 通常我們說 別父對一個人的影響 我們對別父那些所學習的東西 我們通常可以用一個形容詞 叫做內在誓言 就是說 我們教人入獄 但是呢 是在我們的心中入獄 不是跟別人入獄 是跟自己入獄 有些人會說 我以後要找太太 一定要像我媽媽 這也是一種內在誓言 你知道嗎 有些人會說 我將來絕對沒有要找一個 像我爸這樣的人 這也是一種內在誓言 但是有時候 是語願語 你聽到沒有 有些人說 我要嫁一個像我爸這樣 會喝酒的打人 但是很奇怪 很奇怪 結果 他也是嫁 一樣又嫁一個 會喝酒的打人 這很奇怪 他唯一背 他自己的內在誓言 他明明說 不要不要不要 結果沒辦法 所以這種很壞命 像一種咒作 像一種昆白 他都說沒話說沒話 結果也是一樣 所以這種人就很痛苦 所以這種人很需要 我們來協助 用木杖來為基督 或是受過困難的人 知道要怎麼幫助這種人 來達到這種痛苦 洗肩很多很多人 他的痛苦不是賺沒有錢 很多人很多人 他外來洗肩 他的痛苦不是他在打拼 他的痛苦就是 我都明明不來 我怎麼還去做 這他的很大一個痛苦 變成說他的內在被制約了 奇怪 他沒辦法控制自己 他就是會去做一種事情 他就明明知道 那不好 他也是會去做 像有的人就知道 吃毒不好 這大家都知道 但是沒辦法控制 他就是去吃毒 有的人說 喝酒喝過 太多 不好 他沒辦法 他就是會去喝酒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內在 我們人的內面 我們人外在世間 不是只有說 腳有手而已 我們最主要是 我們的心裡 所以聖經跟我們說 我們外在世間 是看你的心 我們人一心 過了如何 是由你的心在決定 你的心想要追求勝決 你出來的生活 就是很好的生活 你的心想要追求 享受 你過的生活 當然都會照顧自己的生活 所以 你要確定 你的人生要變成怎樣 你就要先確定 你的心要變成怎樣 但是你的心要變成怎樣 自己有時候 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你相信 原來的家庭 那叫做原生家庭 影響太多了 所以你第一點 你要找出 到底我現在的個性 有什麼樣的部分 是受到家庭的影響 你要先找出來 第二點 到底這些影響 多少 你認為好 應該留下 什麼部分 你認為不要 應該拿掉 這是第二點 第一點 就是說 你先去想 想我 你有什麼個性 受你家庭的影響 但是自己想不出來 你可能要找一個人來協談 我們這個基督教 有很多協談的機構 很多啦 或是說 一般的生命線 那也是會實在 但是我是比較高的 你如果基督教 基督教平衣 你去給他請教 都有這種學務 你要跟他談 說 我不知道 聽老婆說 你說這樣 我受到我原來的家庭 影響太大 不知道那個影響是什麼 我可以跟你談 你跟他談看看 找出那個是什麼 找出來之後 你要自己做一個決定 什麼部分 我要留呢 什麼部分 我要把他拿掉 第三個部分 當然就是要基督 求上帝 讓你一個開招 我來基督一個 你就知道什麼 叫做原生家庭 有一次 有一個媽媽帶她的孩子 去找一個 心理輔導的專家 她跟這個輔導的專家說 我現在很睡覺 因為我很討厭 我的女兒 她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女兒 不然為什麼 但是我很討厭 她 她當然問你 她說我很討厭 她就是說 我這個女兒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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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女兒 很喜歡討好別人 我看到有夠討厭 譬如說 她會去用自己的零用錢 去買東西 請全班的人吃 這樣 她很怕人家不喜歡她 她說有這種個性 很軟 她說我看你很脆 對 她就開始問了 她怎麼有這種個性 你自己是這種個性 這個媽媽說 我自己不是這種個性 但是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我有心裡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大家說 我打招呼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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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家裡的事情 我們中部在這裡 我們都不能拿主意 我們都說聽她的話 我只會說 盡量我家裡的工作 我盡量做 做出來 願望說 看老人家 看他比較開心 以前聽到蜜蜜的笑 你女兒的個性 就是在你肚子裡的時候 他就感受了 跟你學的 他自己學的 你自己的個性 我問你 你媽媽什麼個性 結果家長自己說 我媽媽也是這樣 我媽媽也是以前 跟他們大家說 我都不敢說話 心中很氣 但是不敢說 有威革都不敢說 都盡量討好 盡量討好 想問我做什麼事 讓你們高興 不要罵我 這樣 這位先生就說 你真的叫做團比方 這樣 團團一團 團出這種個性來 所以 這就是叫做家庭的影響 有時候你自己不知道 其實都是有家庭的影響 所以我已經找出來 你如果真的沒有了解的人 你媽媽就開始電話卡 卡在你附近的基督教朋友 說你們可以幫助我 我想要找出家庭 對我的影響 我想要有一個改變 你如果想要更多了解這個主題 後一集的記憶 要繼續收看老三 接著 請大家快樂來聽歌 謝謝 歡迎收看老三 小老師按照這條歌 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 因為這條歌的歌名叫做古就是什麼 這條歌當然 小老師待會兒本時絕對很感動 但是可能有一個故事 小老師確定不知道 因為這個故事是 這條歌是 1913年寫的 這條歌 這條歌 我們有很多歌 是人死這麼紅 這條歌不是 這條歌是 寫的 美國衰紅 他們一次 這個 西加國的奮心步道會 這條歌 介紹這條歌 介紹後 他們的電台 什麼 大家燒什麼棒 這條歌 因為這個很棒 叫做貝納 它是吃了很多苦 寫這條歌 但是這條歌 真正的故事是什麼 是有一次 在一個育兒院裡面 有一個小孩子 脾氣 很快很快 經常都要抓狂 這樣 今天有一次 在意想起的時候 老四從來拿CD 當放到這條歌 那個小孩子 頂去 頂去 頂安心 所以可憐人說這條歌很有恩教 這樣我選這條歌也不錯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 脾氣暴躁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馬上演奏這條歌 聽得到心情平靜 謝謝老師 請 走了 謝謝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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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